首先向各位報告第一則 就是國內近期媒體一直密集報導 有關國人招拐騙利誘到前往柬埔寨 遭到拘禁以及防礙自由及人口販運的案件 本局立即展開全面的一個清查 針對社內出境到柬埔寨 上位入境的民眾 我們執行家戶訪查以及預防犯罪宣罩 若發現疑似被害者 我們立即立案來做一個偵查 那案件本局刑警大隊結合割分局 還有刑事警察局征六大隊 還有移民組專情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那經過我們連日來密集的一個標誌監視器 還有資料的補隊啊 迅速啊 掌握在台的相關共犯 那我們在十六十七啊 這兩日啊 連續啊 查記到啊 這一些集團齊民懸患道案 那我們懸案啊 依組織還有人口販運啊 以及詐數主人出國啊 移送地檢署偵辦啊 那本局啊 也在此呼籲啊 提醒民眾啊 針對啊 社群網站啊 還有交友軟體啊 提供高額 高薪啊 出國求職啊 還有招待旅遊的廣告內 都要特別謹慎小心啊 尤其啊 還有啊 就是目前已經在 已經在境外啊 基本在地區啊 工作的親友啊 在招攬慫恿之下 總有啊 也要特別的小心查證啊 啊 以免上當受騙啊 出境到柬埔寨以後遭拘禁啊 妨礙自由啊 可能要匯款啊 也可能被當主宰也換售啊 政治危害到生命安全啊 啊 以免受當的不常失 以上報告 這是第一案的案件